又回來了 我們仍然說到孫中山的世世 世世之後 我不知道外國是怎樣的 中國人對一個偉人的世世都很大事鋪張 現在很多人看光澤民千劍武死 一死就好像八月打 所有娛樂節目都沒有 電視台播放黑霸 不是喜歡的,是怕你阻礙了些娛樂 要是早死,要是遲些死 如果這段時間死,有大學生運動會 這些都不舉辦好呢 這些面子工程的事要搞 你一死了,這些 所以現在遲時沒有宣佈 所以都很麻煩 當時孫中山先生 大小宴會 由12號開始,因為國父是12號去世 一個月之內 不准有任何活動 娛樂活動 下半期七天 所有酒樓宴會都不能停 一個月 都很嚴重 市面都很淒慘 兩種看法 當時大家真的很支持孫中山先生 因為他們覺得是南不二和 希望是南不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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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 期望 我們賺了做生意 鴨牆當然是不希望見到這些 你為人去,我也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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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做生意很嚴重 孫中山小小的 當時尖利是幾十萬人 雕焰 七十一萬人 參加送殯 三十萬人 不過這要講 這個行列真的很嚴重 第一次去那時候 死的時候 就是在孫維坤的家裡 那 就 在家裡死的嗎? 不是在醫院死的嗎? 不是在協和醫院 不是在協和醫院嗎? 神祖已經搬出來了 OK 差不多 因為我看所有歷史都說 他在協和醫院去世 不是 他送回協和醫院 OK 不要緊 我們 怡寧就去中央公園那裡 當時把他放在中央公園那裡 那個天堂 那個 那個叫什麼 不是天堂 那個叫 天職 是嗎?天職壇 天堂用來祭天 天堂用來祭天 就是皇帝用來祭天 當時是拗過 當時是拗過的 他不想放在那裡 是 那是不想的 那找個比較好 因為當時孫中山太有應 其實不仁政府對他 就有愛有恨 大劇了 於是那些人一夜反不人政府怎麼辦 他們經過五四運動 坦白說實話 當時真是上街 幾十萬人上街 臨黨 爭論最後一個民黨 終於放在中央官員的天堂那裡 他在4月2日 一個多月之後 移送到西山碧雲子的石塔 1929年6月1日 永久擺放在南京紫禁山 我先讓大家知道 當時中國是南北政府 暫時停放在西山碧雲子 在西山碧雲子之前 曾經有幸去看南京 當時跟她的兒子說 如果有幸就在這裡拿福地 民國人克福地來安葬 就是今天的中山碧 結果最後就北伐成功 奉安民國十八年 就是1929年 最後就寫乾了 六月 然後移送去西山碧雲子搬去 其實中山碧雲子建了三年 好了 大家都看過總理遺囑 孫中山碧雲子 如智力國民於革命 這個遺囑挺好的 這個遺囑是誰起草的呢 汪精衛 汪精衛起草的 由國父孫中山先生簽子 其實大家只知道這份流傳於世界 這個中山碧雲 大家看看中山碧雲 當時打208奧運的時候 其實孫中山有三份遺囑 一份給家裡的 一份叫家事遺囑 一份是給蘇聯的 總共有三份遺囑 但是大家看來看來都是看到 當然 因為這份是公開的 這是比較公開的給國人 對蘇聯那份也沒有話要說 對蘇聯也是多謝他 對家事也沒有為公開 對家事也沒有為公開 其實那份遺囑好像死亡之前 一個星期前倒捨 就不是很久 因為大家都不敢提 第一不敢提 其實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也差不多了 本身是醫生來的 就算有三份遺囑大家都知道 其實還有一份 還有一份 還有一份是給基督教的 給教會 這份呢 他沒有什麼家產的 他也不是說家產的 可能是信服我主 諸如此類的 我只是倆望 有沒有需要的 這份 我不知道真是假的 因為那時候 伊馬達的老闆 孫中華 你記得嗎 記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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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孫先生 伊馬達的老闆 原來 他不是說給我聽 只是給我看 是不是 你們只知道幾份遺囑 我說幾份 遺囑幾份 我說兩三份 他說 還有一份是給你基督教的 你們全世界都不知道 他知道 但是 這份真是假的 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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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講講中山寧 中山寧其實都很宏偉 大家看到 剛剛看到了 原來他是屬於江蘇省的南京 南京 西邊就是明孝寧 這個 很混為 東邊就是寧谷寺 也建了三年 1926年動工 1929年夏天 其實中間那段 現在看不到 有個大壁寫著 好像一個大壁石 然後有個頂 就是中國國民黨 葬孫總理於此 一邊來的 不是 在前面 前面 前面 不是 在中間 現在還沒看到 應該是相機過了 在山寧中間 這是去過的 即是前面那段 沒錯 應該是二十多年前去過 其實台灣那個 中正紀念堂 有些相似 那個見詞有些相似 腿裡面 上面中間一定是 青年白日 檔廢 下面就相似 好了 我又問問你 總共有多少級樓梯 樓梯就沒有數了 不過好像也有點猜 樓梯是392級 有八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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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的有兩個華表 在制台的兩邊有一個華表 那什麼叫華表呢? 華表呢 就 以前那些 華表就簡單一點說 大家拿著中華牌 原筆 那個Logo就叫華表 是的 即是你說它怎麼來的呢 我暫時沒有解釋清楚 總之華表是怎樣的 現在是北京 有的 那樣子怎樣的呢 大家拿著中華牌 原筆 那個Logo 就是華表 有一個人為他寫一篇 這個叫做 南京中山寧的孫中山 卑之冥並聚 那篇就真的很 雖然我也不是很熟悉古文 但是說幾句都很棒 我跟你說 他們是很喜歡寫這些 古人很喜歡 就是大家喜歡拋書包 是 今天也是 今天有時候他們寫信也很搞事 就是四個字五個字 那些官方文件 真的 看不明白 沒有人會看 看不看得明白 就說高深 寫那個人表示自己 有墨水 有墨水 那個人都看不明白 不要緊 找人解 找人解 我先找解釋 這些算了 全篇是一千八百六十六個字 那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孫中山出生 一百六六年 就是一直寫出來 整篇悲聞 一百六六字 就是我 我隨便說幾段 不是 不用說幾段幾句就可以了 呼呼天地之間 物國有本 最後寫相向 白川匯海 流國有緣 華夏興起 於閻王 禮義 定性自孔猛 此為邦國萬代之朱瑞也 還有很多 說了幾個字都沒有提到孫中山 還有很多字 老實說 如果你給學生歌看 我都不喜歡我問 所以難怪五四運動 真是白話文運動 但是古文有古文的好處 好處的 我們小時候讀小學 中學我們都被老師迫 幾首詩 對的 幾首詞 其實我們今天寫的 或者說話 順手黏亡也有用 好 說回孫中山 細細的時候 基本上 有些人在旁邊 宋營 汪精為 然後 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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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 還有鮑羅亭 蘇聯盧 還在身邊 鮑羅亭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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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人覺得很亂 孫中山只是在廣東 聲望很高 但是當時寫在北平 我看過的照片 真是甲道歡迎 為什麼北平人 他們已經對貫了北洋政府 當時他們怎麼看孫中山 老實說 孫中山在廣東 南方 他聲望很濃 但是北方 他可能只是一般 當時也被北洋政府統治過北方 他死在北平 為什麼 還有這麼多人去吊現呢 我們怎麼看 其實 很多人都提到這個問題 郭富翔先生 推翻母親建立民國 通常我們八個字來用 但是事實上 然後他就退圍 退圍 然後人家覺得 嘩 一個爛灘熱 砍掉樓 然後就聯手計圍 這樣做那樣 清帝 那北洋政府最大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就是 經常都拿著槍 不是去打仗 去騙錢 不是收錢 有陪著拿著槍 做生意又要付錢 就不是抽稅 所以某個程度上 市民的生活 是困苦的 那麽困苦的情況下 他們就 其實有兩件事 你問我 我覺得有兩件事 第一 當時 五四運動之後 中國有很多思想 很多思想 最重要的是 孫生生在最後幾年 推延了聯合擁共 很多共產黨 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之後 共產黨給了一個發言 就在北京 北平 北京大學等等 接著他們就 陳獨秀 他們就是社民族論述 他們就 他們不是讚孫生生 是抬孫生生出來 掩飾他們 就是 胡家虎威 簡單來說 不要用孫生生這個威力 去震懾你國民黨裡面 那些不同意見的人 第二點 其實他們當時有 交多工會 有很多組織 國民黨本身革命組織就很厲害 但是實際上 好像搞這些 宣傳上 民生上 其實當時是弱的 某個程度上 當時有報紙流行 某個程度上 就是宣傳上 大家對孫生生 有一個很大的期望 這個期望 最後發覺這個期望 就是很大的希望 孫生來到北京 然後不幸過身 這個失望 還有一個追思 這個結合很厲害 說到孫先生的聲望 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這個問題 孫生先生 在全國來說 最大聲望 最高聲望的 就是1912年的時候 當他就任臨時大總統 其後 他就 離任 考察全國鐵路 當時來說 全國都是很歡迎他的 但是孫先生的聲望 到1913年二次革命之後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低沉 因為當時二次革命 有很多人 就是在大陸裡面 有很多人都覺得 孫先生不應該搞一次二次革命 所以1913年之後 孫先生的聲望 是低沉了 在大陸裡面 加上他去了日本 所以一段時間是低沉的 直至到 河西海死了之後 胡國軍起 河西海死了之後 孫先生回到中國 組織互發政府 當時來講 聲望是再提升的 但是要去到 重振之前的聲望 要去到1919年 即是五四運動之後 隨著學生運動的興起 孫先生的革命思想 也是重新被學生所認同之後 加上當時改組了國民黨 就稱為中國國民黨 所以 就開始 進一步 受到 當時的學生 尤其是北方的學生 所歡迎 所以 就出現了 孫先生 不想 夾道歡迎 這個現象 是的 有些網友說 我的位置很黑 但是我看 這個 不是 我看 我直接看螢幕 就不黑 但是看螢幕 就很黑 沒得救 因為 暫時來說 暫時 希望大家欣受 燈光真的不一般 聽聲 聽聲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樣子 大家可以聽到我的聲音 所以剛才謝兄已經 到處找個好光園 光圍都找不到 現在好一點 沒辦法了 好了 喂 我們是否需要 有一宗 中山南 中山南事件 我們是否需要說一下 這個 我想這個 其實是要說的 但是會不會 那個時序上 不如這樣說吧 因為中山南 都是 那副過世 另一個強人拔起 是不是 蔣忠正拔起 是 蔣介石變成蔣忠正 是不是要專稱 蔣忠正 當時就是黃埔軍校校長 校長 校長 都不是很厲害 後備委員都沒有份 毛澤東高 所以他跟毛澤東 真的是世仇 先說一些事序 先說一些事序 剛才謝先生說的那個 西山會議 就說在1925年的十一月 在西山開了一個 叫做四中全會 有一班人 當時來說 是國民黨的右派 包括周老 後來寫中國國民黨史的 老先生 居正 和林森等人組成的 這是1925年的十一月 後來他們稱為西山會議派 接著 1926年三月 就爆發所謂中山南事變 這個就是 現在我們要交代的 中山南事變 我們先說西山 先說西山 因為那時候 中山南事件也影響得很大 但是西山會議 也都是國共兩黨 就是一個正式的 抹面 抹面 都是影響很大 抹面 也先說給大家清楚 那個領導身份 好嗎 西山會議員 西山會議員 是國民政府主席 汪精衛 湖漢文 只不過是中委 汪精衛 還有中央主席 國民黨主席 國民政府 國民主席 胡漢文 就是外交部長 這個已經開始有撲筆了 他們兩個其實是不同派系 嚴格說 一個是左派 一個是右派 汪精衛做主席 就是因為左派 應該這麼說 同情共產黨的 胡漢文就是國民黨中的右派 這個是西山會議派的 好朋友 這些是有好朋友 當時一死後 副席死了 說共產黨就發達了 右派覺得不行 他們這樣搞不行 胡漢文本來代主席 變成外交部長 有沒有搞錯 最重要就是 當時西山會議有十四個人 在哪裏開呢 就是西山這個 碧雲子 碧雲子 碧雲子做什麼呢 碧雲子就是 在國父的圍體 在那裏 是一個靈柚 這班人就是 對著國父的圍體 拚靈 開會 即是說 我是正統的 我是正統 我在國父的身邊 開國民黨的 中國國民黨的 中央常委 常委還是委員 應該是中央委員會會議 中央委員會會議 沒有常委 那時候沒有常委的 五人政府 應該是第一屆的四中全會 四中全會 剛剛好就不夠人 又不夠半 如果過半就好了 其實沒有所謂過半 沒有所謂過半 即是當時有決議 其實有決議很厲害 要清黨 那時候 共產黨退出 退出國民黨 即是有共識 即是不可以有中國國民黨 共產黨的人 沒錯 第二 就是單一政黨 你喜歡搞 你自己走出門口搞 厲害 跟著就 跟蘇聯抹面 這個是當時的共識 但是呢 去到1926年 一月就召開國民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即是 簡稱為二大 那在這個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裡面 國民黨的左派 大獲全盛 所以大獲全盛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他的委員是領領了很多重要的位置 這裏也要講講 因為西山會議 一出場的時候 他們宣佈 就是他們宣佈 廣州那個是無效的 是 違法的 說當時很厲害 汪精衛當時 說傻了 他們在國父寧前 舉行會議 接著 介入歧視 就是協國父的威望 去做這件事 於是他們怎樣 接著就南海去上海 因為 當時北京是北洋政府的 北洋政府管理 那他們去上海 去上海 接著再去諸議會 於是 新一會議那幾個 就去上海 汪精衛也派代表去上海 跟我們談 因為當時說南北兩個國民黨 一分為二 不行 沒錯 在上海 就有一個協調 又找宣佛做代表 協調 其實不是先協調 是上海 就說你這個 是非法的 不是在上海 在上海 開完新生會議 接著就要在上海 國民黨 全國代表大會 在國民黨 但問題 你是私自十四條一開 那你十四條一代表成 中國國民黨 是不行的 沒錯 那時候 汪精衛又大隻 那怎麼辦呢 他於是廣州 又召開全國代表大會 那不如去上海 就取消上海一個 在廣州召開 當時就談過一段時間 派宣佛出去 一個就捧著國父的照片 一個就 咦這個照片 我搬個年輕人出來 宣佛經常被人說 有問題就是出席那次 就代表左派 他就是國父的遺宿 遺宿 就是 他就代表國父了 他代表國父 就是你拿著國父的 死人照片 我就是拿著國父的 不是 你還嘛 你的後人 那個後人 那比你還不成功 遲遺囑者 遲遺囑者 我們叫做什麼 叫做為 遺囑執行人 厲害 上海開會去談 汪精 最後呢 就達成協議 由這個 又那個 最後就 上海取消了 如果上海開得成 汪精就被人一腳伸出戶口 那時已經清黨 不用掌忠正的清黨 其實在1926年1月 最後去了廣州開會 開第二次的 代表大會 宣佈西山會議來非法 那次會議 哄了那些人回廣州 哄了那些人回廣州 就是五翁終別 對 然後宣佈非法 火都來了 聚首禍鵰就宣科 所以一路宣科 最後呢 國民黨當中說 你這個 國父的 真是 五役仔 沒鬼用 沒鬼用 因為這樣 所以在國民黨二大之後 就埋下了一個復筆 這個復筆 就導致後來 出現的中山南事變 我再說一點西山會議 這十四個人都讀信佛教 這麼巧 是佛教會議來的 國父是基督教的 是的 但是他們在 西山會議的現場 他們是迫雲子 他們是迫雲子 這是佛子 這是佛子 佛子的十四個人都是讀信佛教的人 在開佛教會議 其實是在開中央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 罵出一個驚天第一位神 就是清黨的 清黨的 不過最後他們是後期被確認的 這個是 清黨之後 清黨之後 才確認 或者我們 彈劾西山會議 打倒西山會議派 所以西山會議派 在那個時候 都明錯一時 這是國民黨的右派 好 我們下次再談 我們下次再見